江先生住在杭州渔航梁主的阳光天际小区 小区西南面友善小门 江先生说的小路就在门外 现在小路两旁的竹子大部分都被砍掉了 原来安装的地灯也拆了 那么这条路现在有一个对整个我们的阳光天际有个最大什么好处呢 便于前面的幼儿园 便于前面的医院 便于前面的石阶 便于前面的菜场 所以说这条路其实跟所有的业主365天是息息相关的 江先生说小路的另一头是离小区最近的商业配套区域 对于他们小区的业主来说 这条小路很重要 可最近物业工作人员在业主群发了通知 说是预计月底前要封闭这条小路 我们小区在这边 这是我们一个小区西门 然后从这边过来到整个一个服务区 包括这一片 配套就是集中在这里是吧 我们小区这边那边整个一块 你看没有任何配套 那如果说这条路封掉了的话 你们过来怎么走呢 我们要从这边一直绕过来 一直绕绕绕绕绕绕绕到这边 这边不能走吗 这边走不了 这边是堵住堵住的没有路的桥下面 包括这里都没有路 江先生告诉记者 小区里住了不少老人 从小路步行到商业区的话 十分钟足够了 如果从另外的道路绕行 没有半小时根本走不到 江先生说他们小区的开发商是万科地产 紧邻小路的这块空地也是万科地产的 据他们了解 开发商最近要在这块空地上 再建一个商业体 他可能是规划在他们的那个 整个商业街区里头就是规划进去了 那至于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 整个规划规划图 那么我们也希望就是万科 能够把这个规划图来进行公示 那么至少要让我们 所有牵涉到利益的这些业主 我们要知道你万科到底是怎么做规划的 那么将来对我们阳光天际的 整个600多户的业主来说 你是不是给我们流于了一个空隙出来 记者联系了杭州万科地产公关部 工作人员回复说 目前商业体还没有全面施工 小路还没有封闭 正式开工后 如果需要封闭这条小路 会及时告知业主 并且会在旁边开辟一条新的临时通道 供业主们通行 他们在设计规划时 已经考虑了阳光天际业主出行的便利因素 这条通道会在施工结束后 正常保持畅通 业主们也把问题反映给了社区 接下来我们打算就是 召集业主 还有万科地产 我们社区多方面 就是做一个民主意识的协商 做一个商讨会 大家来讨论这个事情 怎么样处理比较更妥当一些 188红金眼记者报道 8 7 9